我再问你一下啊 见到老师第一句话我说什么 老师你好 我是龚卒他爸 龚汉林 妥了记住了 我去等个好消息吧 我肯定把你们老师摆平 不里有人吗 请进 老师你好 我是龚卒的爸爸潘长江 什么 我 我是龚卒他爸爸 龚汉林呐 那潘长江是谁啊 是他妈 你们家龚卒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自己造不好去 他就花钱雇同学帮他造 人家不干 他就把人家给打了 打得对啊 啊 有钱不赚的是傻的 什么 你看我人家花钱雇啊 我就干了 你说什么 我 我就是说老师 你别总挑那龚卒一个人说呀 是不是难道那个孩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你应该把那个孩子家长也叫到学校来 对方同学的家长我也通知了 估计那同学的妈妈也快到了 要不然这样 你先在这等等 我去看看他来了没有 行 老师 放心吧 我等你 喂 喂 哎呀 龚卒小爸 我是龚卒的妈 不是你咋才举我见话呀 我啥事你就快点说 这不是吗 咱家龚卒啊又把同学给打了 啊 老师把我找学校来了 你说你 一次学校都没来过 喂 你还是不是龚卒他亲爸呀 这不废话嘛 我不是他亲爸 谁是他亲爸呀 你要是他亲爸 你就赶紧过来一趟啊 我怕一会儿打起来 我一人盯不住 知道了 哎 你好 请问 哎 那女的王老师呢 那王老师 王老师出去看看 那个孩子他妈 你谁呀 啊 那个老师说 我们家孩子跟同学打起来了 让我过来看看 原来是你呀 你还有脸来呀 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你信不信我废了你啊 你别跑 你别跑 站住 我不站住 你别跑 这是学校 请严肃一点 你是谁呀 我是龚卒的妈妈 你好 你好 她是龚卒他妈 你好 站住 你们两个站一块 你们两口子 太不像话了 啊 啊 什么啊 老师 你弄错了 我哪弄错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龚卒他妈 是 你是不是龚卒他爸 是 问你谁爸 不是孩子他妈 你还赞我便宜 你是不是很贵了你啊 你男生被给家公医啊 难怪龚卒有暴力倾向 原来是受了你们这样家长的影响啊 我现在去到校长办公室 你们两口子别再闹了啊 哎 老师啊 我跟他真不是两口子 咱俩现在必须是两口子 谁跟你是两口子 不是我不出门 我停停停停停 大妹子 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你儿子花钱过来给他当爸爸的 哎呀 儿子呀 你说你顾就顾呗 你顾之前早看看的 你整这么个小土豆子给你当爹 你考虑到我的感受了吗 哎呀 不是什么 王老师 哎呀 你叫王老师啊 哎呀 我的妈呀 王老师 我生意太忙 来晚了 真多心情啊 王老师 我爸呀 啊 你整茶匹了 啥的 王老师是个女的 哎呀 你看看我这傻眼神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那啥 那个 你是谁呀 我是龚祖他爸 龚汉林呢 啊 他是龚祖他爸 哎 我说龚祖他妈 是我幻觉了还是他说错了 他咋说他是龚祖他爸 龚汉林 那我是谁呀 谁让你说你是龚祖他爸的呀 对呀 你吓得顺嘴吐了出来了 他吓得顺嘴吐了出来了 啥 你吓得顺嘴吐了的是吧 对呀 他吐了 不对 哎呀 我的妈呀 这还叫孙子吐了吗 哎呀 我的天哪 龚祖他妈 我现在才能明白 为啥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让我回家 哎呀 我的妈呀 大家都知道 有一句成语 叫金屋藏娇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金屋还能藏小老头啊 既然错了 我就一撮到底 龚祖啊 没事 咱爷呀 吐的这十来年 我已经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了 我没死 你就是他亲爸 对 虽然我是他后爸 但胜死他亲爸 我就不信 我这真金白银 我培养不出来的 哎对 我得说说你啊 赶紧带上你这土豆的丈夫 滚球的 别让咱娘娘不看见 不然的话 他们现在受到不怕的伤害呀 龚祖 有你爸我在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培养你 我真金白银 我就不信 我砸不出一个好儿子 吵什么 吵什么呀 哎呀 我这办公室 咋这么热闹呢 你又是谁呀 哎老师 那个他就是龚祖的亲爸 不一定 我算是弄明白 你们平时对孩子漠不关心的 等孩子出了事了 亲爹后爸都来了 你们早干嘛去了 是啥玩意叫亲爹后爸呀 就是亲爹是我 哎我跟你说 哎哎哎哎哎哎听我说 听我说 我现在要说 我一定要说实话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个说 那个是这么回事 今天我在公地干活 嗯 龚祖就在旁边哭 我问他咋的了 他说在学校把同学打了 老师非得让家长到学校来 又不敢告诉你们 所以说 他花二百块钱 雇我给他当爸爸 原来是这么回事 嗯 那要这么说呀 刚才我是有点过分了 对不起啊 真的 大爷对不起 你叫谁大爷 我有那么老吗 我今天才二十五 哎呦我的妈呀 大爷你才二十五啊 嗯 你这模样长得有点 太着急了我跟你说 啥话也不说了 我这后爸 真的不如你这亲爸 哎呀你是亲爸 嗯 哦对对 我是亲爸 那个 咋的 先别说那个亲爸后爸的事 嗯 想办法 让老师高财贵手 嗯 千万不让学校 把公族开除了 对 没问题 这事我来摆平 好 好了 你们说完了吗 没有 尊敬的王老师 作为公族的亲生父亲 我现在要向你表白 不管咱家 把对方打成啥样 医药费 住院费 物工费 我全包了 我有钱 我有的是钱 我跟你说 来拿着 顾叠费 拿着老师 辛苦费 拿着 只要不开除 咱家费 你说你要多少钱吧 对 放肆 布老师 你看你别生气 我都不生气 难道钱是万能的吗 你以为靠杂钱 就能培养出来一个好孩子呀 你也是 作为孩子的亲妈 你了解孩子吗 你知道孩子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 尤其是你呀 替人当爹 欺骗老师 这事你也敢做 什么钱都敢赚 你还是个成年人嘛 这不还没展开呢吗 好了 拱族的事先放一放 一会咱们去见校长 你们三个大人 先表个态吧 那我先说吧 假爸这钱不能赚 越帮越忙越添乱 我说 叫女孩子别发瞎 榜样就是爹喝吗 该我了 培养孩子要做师范 关键他爹怎么干 上梁不挣下梁歪 今后我再也不提钱 这就对了 走 咱们去见校长 好